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五个月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外资金猛增 各家航空公司为旅游忘记做足准备 6月4号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主持召开五月份政府例行会议 讨论2022年5月和前五个月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详细荣请看下面要报道 会上政府讨论的2022年5月份和前五个月的经济社会情况 政府低零要号决议实施情况 经济社会恢复与发展计划实施情况 2022年国家财政预算的分配和到位情况等 据会议报告显示 五月份和前五个月 越南经济社会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 宏观经济稳定 通过膨胀得到控制 生产经营活动继续见起色 供应生产继续积极复苏 范明正在会议上表示 几年五月份在有效控制疫情的同时 越南的各领域均更加活跃和见起色 范明正同时指出和分析八个部署之处和挑战 同时指出原因 任务和解决方案 范明正要求各部委 行业和地方 继续做好防疫工作 继续检查和完善体制 保障货物工序 供应链和商品流通 促进经济结构调整 促进绿色发展 能源转型 数字换转型等 各位观众 接下来请您去收看本台的其他新闻 6月4号 第14届日本越南文化节 在东京代代幕公园开幕 日本越南文化节对越日两国友好关系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今年文化节的规模已恢复到疫情前的规模 该活动不仅有助于向日本人民 推广越南文化和美食 也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复发表讲话时 对疫情后越南经济强劲发展 旅日越南人人数不断增加表示高兴 同时希望两国关系今后进一步向前发展 在日本越南文化节期间 参观者除了能够品尝越南美食和热带水果外 还有机会观看两国著名艺术家的文艺表演 文化节将于6月5号结束 预计现约10万人参加 越南计划与投资部透露 在各地方公共投资金停滞不前的背景下 今年前五个月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置金 达到77.1亿美元 同比增长7.8% 计划与投资部的数据显示 截至2022年5月20号 前五个月外商直接投资总额 同比下降16.3% 达到117.1亿美元 新增注册资本 同比减少了53.4% 但调整和出资购股总额 仍分别强劲增长 45.4%和51.6% 虽然近几个月 注册资本总额有所下降 但调整注册投资资本 和出资个股总额 依然增加 其体现外国投资者 对越南市场的信心 统计总局代表表示 这一数字准确反映了 经济复苏增长的大势所趋 在投资方面 外商对越投资 涉及越南21个 国民经济领域中的18个 其中加工制造业 接受外资最多 于68亿美元 占越南接受外资总额的 58.2% 今年前五个月 已有79个国家和地区 对越投资 其中新加坡 以近30亿美元的 总投资额领先 占对越投资总额的 25.3% 同比下降48.3% 其次分别是韩国和丹麦 北江省荔枝即将进入售货季节 目前盖省早熟荔枝价格形势 总体良好 按照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的 荔枝每公斤 加格为3万元吨 今年 北江省按照全球良好农业规范 认证的荔枝产量 可达80到100吨 荔枝中植后 以同采购商签署了多项 勾销合同 我以同荔枝采购商签署了销售合同 首批荔枝将出口到美国 日本 欧洲等市场 这批早熟荔枝正在加工和暴涨中 准备运往南部各省 采购商称 这批荔枝价格为每公斤2.5万元吨 远高于去年的水平 目前荔枝产品还不多 但荔枝采购商则很多 总体上看 今年荔枝收购价格比去年一类高 除了促进向外国市场出口之外 今年北江省已主动于国内零售商 尤其是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合作 以协助荔枝中植户通过多元化渠道 取得多元化成交 我们将协助农民在电子商务平台上 开了一个销售账户 此外 我们将协助农民对荔枝进行架构和包装 以确保荔枝的优良品质 今年北江省荔枝产量将达18万吨 目前荔枝进入成熟季节 产量达 因此该省正应集中采取各种措施 来确保产品销售通常 荔枝丰售卖出好家钱和农户的稳定收入 随着世界粮食需求的增长 预计未来几个月 越南的大米出口量将继续增加 尤其是来自欧盟 中国 孟加拉国和伊朗等市场的需求强健 许多企业和产区正在努力勾建 幼稚客之需的出口大米供应链 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 关于越南大米开批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凭借关税优惠待遇 香米和优质大米出口到欧洲市场 收到好评并取得积极成果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前四个月 越南对欧盟的大米出口量达3万吨以上 创惠2300万美元 凭借价格优势 品质优势 以及越南欧盟自由贸易协定的优势 越南对欧盟的大米出口将继续取得新突破 预计2022年 越南对欧盟的大米出口量有望大幅增加 越南大米的品质得到提升 尤其是越南香米打动了欧洲消费者 据越南农业和伦酸发展部的数据 2022年第一季度 菲律宾是越南最大的大米出口市场 市场份额为42.6% 除了菲律宾之外 越南还大量像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文莱等其他重要市场出口大米 2022年前五个月 在世界经济面临许多困难和变动 是全球贸易遭受影响的背景下 胡志明市的商品进出口活动 仍达到令人印象的增长率 达7.9% 据胡志明市统计总局的数据显示 2022年5月份 胡志明市企业在全国各口岸的 货物出口总额超过44.5亿米月份 环比增长9.5% 在出口货结构方面 工业产品出口额达126亿美元 同比增长11% 占74.9% 农产品类出口额超过19亿美元 同比增长22% 水产品类出口额达近5.4亿美元 同比增长74% 林产品类出口额达3.23亿美元 同比增长3% 此外 原油出口量在前5月尽管同比下降近19% 但出口额却增长24.6% 达8.69亿美元 关于出口市场 中国仍是胡志明市企业最大出口市场 前5个月对中国出口额超过43.7亿美元 同比增长10.6% 占出口比重的24.7% 美国市场位居第二位 出口额达约30亿美元 占出口比重的16.9% 其次是日本市场 出口额达11亿美元 此外 对欧洲市场的出口额达25.5亿美元 增长8.5% 占出口比重的14.4% 各位观众数价已经敲门 人们正在计划方暑假旅游活动 为了吸引这一黄金机遇 越南宁顺省已开展了多项新游客的措施 其中将终点放在新旅游产品和服务体制上 为了在今年夏季更好地吸引国内外游客 宁顺省的许多旅游景点和酒店都制定了迎接游客的计划 为了满足夏季旅游旺季中的游客出行需求 该省人民委员会已开展了多项促进旅游和接待游客的解决方案 全力以周到和安全的方式吸引和接待游客 并提高现有景点的开发效率 鼓励各旅游协会旅游企业朝着绿色 安全和具有吸引力的旅游方式 进一步提高旅游服务和现有旅游产品的质量 既满足游客的需求 又确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安全 据宁顺省文化第一旅游厅的数据 自旅游重新开放以来 该省接待游客人数急剧增加 今年5月 宁顺省接待游客人数预计达35.5万人次 同比增长143.9% 其中外国游客人数达1200人次 国内游客35.4万人次 旅游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58% 今年前5月 宁顺省接待游客人数 累计达114万人次 完成2022年计划的60% 经过零年疫情 2022年夏季预计成为各家航空公司 如火如荼的高峰期 向要迎接复苏 各家航空公司需要提升服务供应链的价值 增强乘客的满意度 从而树立信心 并加强乘客体验的满成重程度 在恢复和新增国内和国际航线的同时 越南各家航空公司也加密 国内外热门旅游目的地的航线 力争最大限度的满足乘客的出游需求 此外 安全准时飞行方案 也得到各家航空公司的高度重视 我们打算开通英国 澳洲 北亚等国际程度航线 准时安全和提高服务质量 使越逐航空的三大标准 为了优化乘客的体验 各家航空公司还开通了许多娱乐套餐 在连接无线网络之后 游客完全可以照常观看国内外大片和资料片 听音乐和玩游戏 在机场 餐饮业务和纪念品等飞航空单位 也推出丰富多样的产品 因价格划算而易于满足所有旅客的需求 从维修防火系统 培训人员 到确保产品供应等等 我们都做了各方面的准备 步入夏季旅游旺季 机场每天可接待数万名游客 能够使用安全快捷的服务 是所有旅客的共同愿望 我坐过很多次飞机了 这里的菜很不错 价格也划算 如果能缩短客服服务时间就更好 各位观众像火花一样的木棉花 每年进入深海阶级时 都会来令人参叹不易 河内市的许多木棉树满树开花 红红火火 争其斗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